年底九合一选战进入倒数30天 新竹地检署日前接获勤资显示 武丰乡某个姓村民异常迁入13人户籍 在一处废墟民宅 一次企图要为某特定候选人增加票源 检察官在本月15号传唤该村民 以及虚设户籍者共9人到案说明 都坦承意图为支持候选人而虚设户籍 检察官接获勤资之后 就是指挥新竹县主动分局去查报之后 确认这个应该有虚设户籍的状况 所以传唤了九名村民到案 那九名村民也都坦承 他们的确是为了支持某特定的候选人 而虚设户籍 假官预知他们必须在10月底前 将户籍迁出以利从宽处理 武丰乡人口将近4800人 以四年前的武丰乡长选举为例 当选人以1171票获胜 与第二高票的955票只有216票之差 因此每票都是关键 作人认为为了影响选情 而迁移户籍 除了影响当地村民权益 更有触法疑虑 刚好这个选举期间 有点那种法律上 可是每个观念 老百姓人民 他也不了解这个 高兴签就签 可是后期的那种 还不知道是有点违法 要争取我们自己当地人的权益 你不能说外面的幼丽人口来了 让外地人就让他们操纵 我们还是有当地人的权益需求 新竹地检署也呼吁 如果意图支持某特定候选人 而需涉户籍 并编列进选举人民册 就是触犯刑法的 妨害投票未税罪 如果在投票当天前往投票 就构成妨害投票计税罪 最终可判处五年有期徒刑 原是新竹竹北五峰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